怎样学习投资?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经济环境中, 学习如何投资成为了许多人追求财务自由和增值的重要途径。 投资不仅是富人和企业的专利, 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掌握投资的技巧, 实现资产的增值。 然而,投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成功的投资需要系统的学习和谨慎的实践。 本文将探讨如何有效地学习投资, 帮助读者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一、了解投资的基本概念 1.1投资的定义 投资是只将资金投入某个项目或资产, 以期望在未来获得收益的行为。 这些资产可以是股票、债券、房地产、基金等。 了解投资的基本概念是学习投资的第一步, 因为只有明白什么是投资, 才能在之后的学习中有地方使。 1.2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每一项投资都伴随着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高收益的投资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而低风险的投资则通常收益较低。 因此,在进行投资前, 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 这需要通过学习了解不同类型的投资工具 及其风险特征。 2.学习投资的途径 2.1阅读相关书籍 学习投资的有效途径之一是 阅读相关的书籍。 市面上有许多著名的投资书籍, 如富爸爸、穷爸爸、 股票作手回忆录、漫步华尔街等。 这些书籍不仅介绍了投资的基本知识, 还分享了成功投资者的经验和策略。 通过阅读,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投资的基本框架和思维方式。 2.2上线上课程随着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线上平台提供各类投资课程。 这些课程通常由专业的投资者或金融学者授课, 内容涵盖从基本知识到高级策略的各个方面。 参加线上课程可以帮助学习者系统地学习投资, 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2.3参加投资讲座和研讨会许多金融机构和投资社区会 定期举办投资讲座和研讨会。 这些活动通常邀请专业人士分享他们的见解和经验。 参加这些活动不仅能获得第一手的资讯, 还能与其他投资者交流, 扩展自己的视野和人脉。 2.4加入投资社群 在社交媒体和论坛上, 许多投资者会组成社群, 分享他们的投资经验和见解。 加入这些社群, 可以让我们获得实时的市场资讯和投资建议, 并在实践中学习。 与其他投资者的交流,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动态, 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 3.实践与反思3.1开设模拟账户 在学习了基本的投资知识后, 实践是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 许多证券公司提供模拟交易平台, 让投资者可以使用虚拟资金进行交易。 这样的模拟交易能够帮助我们熟悉操作流程, 了解市场运作, 并在无风险的环境中 进行实践。 3.2小额投资在掌握了基本的投资技巧后, 可以开始进行一些小额的真实投资。 小额投资能够帮助我们 在真实的市场中体验投资的过程, 并学会如何应对市场的波动。 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根据自己的投资策略 做出理性的决策。 3.3定期反思与总结投资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在每次交易后, 都应该进行反思与总结, 分析自己的成功与失败之处。 这样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投资策略, 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 4.建立投资策略 4.1制定投资计划 在学会了基本的投资之时并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后, 制定一个具体的投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计划应该包括投资的目标、资金配置、风险管理和预期回报等方面。 拥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能让我们在市场波动时保持冷静, 避免因情绪影响而做出错误的决策。 4.2分散投资在投资中,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分散投资是降低风险的一种有效策略。 通过将资金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资产类别如股票、债券、基金等, 可以降低单一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 这样的策略能够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资本,提高整体投资组合的稳定性。 4.3持续学习与调整投资环境不断变化, 因此持续学习是成功的关键。 随着市场的变化和个人经验的积累, 我们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定期回顾和更新投资计划, 根据市场趋势和自身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实现投资目标。 5.结于总之,学习投资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从了解基本概念、学习知识, 实践操作到建立策略,每一步都是不可或缺的。 投资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耐心和毅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断学习和进步,才能在投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希望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在学习中获得乐趣, 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最终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 。 在实践中获得好 debido有的指数。